有不见的音乐大师李太祥 自从离患了帕金森市政之后 首次受邀举行大型的音乐会 由于乐谱几乎都遗失了 因此乐团还要一个一个音符 等着李太祥重新想出来谱成新曲 经典民歌橄榄树改编成学院版本 作者李太祥就坐在台下聆听 离患帕金森市政的他 要挑战自己举行大型演唱会 稍微唱出来一点 但是这个 我觉得就是帕金森市政 那些都不够 我觉得今天这样子 好像蛮可以期待 4月11号就要举行演出 但是许多珍贵的乐谱都还存在李太祥的脑中 再加上身体状况 练习的进度非常缓慢 但是求好心切的李太祥不放弃 还打算改编拥有五百小节的乐曲狩猎 让大家欣赏到交响乐曲的版本 他到现在都还在赶 那他每天虽然进度一点点 但是我们觉得到最后一刻 应该可以把曲子全部完成 然后让月星之石能够赶得及 能够演出呈现给大家 用自己最后的力气与时间留下音乐记录 李太祥甚至还打赞 如果身体许可要亲自现场演唱 因此主办单位也选择了 可以容纳两万人的大场地 4月11号桃园多功能 一文园区与月迷不见不散 转天新闻 红水美国见信 蔡宜报道